这种晶片很缺 德国当然很慌张了 他们的汽车产业向来很庞大 不过现在真的处境艰难 就怕煤车可交 当然也很希望提高晶片的供给量 甚至还指明说台积电能不能够帮帮忙的 不过实际上过去30年前 台积电也曾经率团到德国西门子 希望能够商谈技术技转 不过当时被轰出门外 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 现在的台积电已经是全球半导体的领头羊 软硬实力兼备 那当然也是靠他们的技术以及人才 有台湾护国神山称号的台积电 晶片制造称霸全球 连德国政府都喊话 呼吁台湾政府向台积电传达消息 因为当前半导体晶片短缺 已经危及德国汽车产业复苏 希望台湾能够优先供货 但反观30年前 台积电率团到德国西门子商谈技转技术 开会不到半小时还被轰出去 我想在30年前台积电还是一个小公司 在谈的过程中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技术上的优势 而且当时对于这个晶片厂来说 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特别突出 因为你可以做大家也都可以做 现在刚好风水轮流转 30年打下的基础扭转逆境 如今站上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全被张忠谋深预言 台积电由技术购专精 累积的软实力让人才汇集到台积电 给得起高薪留住专业 也是台积电成功关键 是所有台经交台湾最领先人才的 一个最好的选择 这些企业这些的精英 经过了这30年生育教训 又只专注在精元代工 你说它能不好吗 软硬实力建备台积电 2020年3奈米投产 还有最先进的2奈米研发中心 在今年设立 成为台湾产业核心 更是国安的屏障之一 这座护国神山的坚强实力 持续影响国际间买动 30新闻方博风马月魂台北报道